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天气开始变凉了 很快就到火热的购物季了 每年秋冬季节折扣特别多 我都会买很多护肤美发产品 一部分给自己 一部分寄给亲戚朋友们 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推荐一些我用过的Costco网站经常有售的 性价比非常高的中档价位的护肤品和美发产品 我会讲产品成分 针对性以及用法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看到折扣也可以放心下单 Costco网站的护肤美发产品通常都是市面上比较流行 也都是口碑比较好的产品 每个季节也会加进去一些新的品类 比如韩国 日本的一些品牌和一些新出的产品 那今天呢 我会讲自己的个人体验 如果大家有用过特别好用的 也请在评论区补充 这样呢 过一段时间 我可以把好用的新出的再总结一期给大家 第一个 埃及神油 也叫埃及魔法膏 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用 那我先讲一下成分 它的主要成分是橄榄油 蜂蜜 蜂蜜 花粉 蜂网乳 蜂胶 成分都是天然的 那埃及魔法膏呢 它可以用作面霜 润唇膏 身体护肤 按摩膏 它的成分很滋润 很多朋友都说它油腻 不好用 那我讲一下我的几种用法 Costco的包装是大中小三个 小的我一般是放在床头做润唇膏的 大罐的这个 我是把它跟CeraV的这个cream是混合了的 那CeraV的这个玻尿酸 神经纤 深度滋润霜 我会在后面说 这也是我推荐的产品之一 这个比例呢 是1比1 就是一罐这个 再加一罐这个 那我是用来晚上洗完热水澡之后抹身体 尤其是肩膀 脖子这一部分 小腿最前面的那一部分 手臂 大腿和脚 就是平时感觉最干的那一部分 冬天给孩子们擦脸 还可以做护手霜 那去年到今年呢 我们洗手的频率特别的高 冬天小孩子的手特别容易冻伤 这两个在一起呢 非常给力 另外呢 在特别干燥的日子 用这两个的混合的去作为面霜去擦脸颊这一部分 因为冬天最冷最干的时候 脸上这一部分特别的干 在晚上的时候我会厚厚的抹一层 第二天早上起来是会感觉有一点点油 可是早上洗完脸之后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那第二种用法呢 就是跟护发素混合 抹在发烧 比例大概也是1比1 护发素冲洗掉后 头发洗干净了 特别的柔软舒服 另外一个用法就是护理伤口 因为它的成分里面有风胶 风辣 花粉 这些成分都是天然消炎和保护伤口的 大人小孩如果有擦破皮 或者是paper cut 被纸割伤这种 这种伤口呢 一般都可以抹上去 隔离伤口和外界 也能够帮助伤口愈合 还有呢 就是每一到两年 我都会去闻眉毛和嘴唇 做完之后呢 我都会抹这个爱奇神油 在眉毛和嘴唇上做护理 因为它能够保护伤口和消炎 痘痘即可用它来做消炎膏 不要怕它油 它可以隔离外界和痘痘这个伤口 让它尽快的愈合 还有一个用法是卸妆 彩妆防晒霜都是油溶性的 所以卸妆的时候用它非常赞 它的卸妆最有用的一个成分是橄榄油 卸妆的时候我会把这个爱奇神油 在手上抹匀 然后在脸上薄薄的抹一层 然后呢 用面筋纸把它擦掉 最后用洗面奶再洗掉就好 那为什么还要用洗面奶呢 因为洗面奶可以把油脂和任何剩余在脸上 面筋纸没有擦掉的混合物洗干净 所以洗面奶这部还是需要做的 只不过用它来卸掉彩妆和防晒霜效率会非常的高 那接下来很多人会问它跟凡士林有什么区别 凡士林它的成分说到底它是石油提取物 最好不要直接抹脸 脸上是需要事先有润肤类产品 然后再抹凡士林 这样会有一个隔离的效果 但是凡士林跟埃及神油不是同一个东西 一个是石油提取物 另外一个是纯天然的产品 油性皮肤痘痘肌慎用凡士林 因为凡士林是大分子很容易焖痘 而埃及神油呢是有隔离和消炎的作用 痘痘肌和油性皮肤是可以用这个的 好 我们埃及神油说的挺多了 第二个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磨砂膏 这个磨砂膏的品牌叫Vasanti Brighten Up 这个磨砂膏价格很便宜能用很久 我每个星期大概用一到两次 脸洗干净之后用这个 一般是下巴鼻翼额头分泌油脂比较多的地方 我会用手多按摩一会儿 用完之后很舒服性价比很高 我强烈推荐这个 第三个保湿爽肤水 这款保湿爽肤水叫做California Pure Naturals Organic有机的 这款爽肤水它是全天然的配方 它的主要成分是芦荟汁 有淡淡的植物本身的香味 它的保湿效果非常好 我认为它晒过SK2的神仙水 它的附着能力很强 吸收也很好 它的价格很便宜 一个包装是三瓶 两个这种中等大小的瓶子 还有一个迷你的小瓶 上了脸之后非常的舒服 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过这个牌子 但这个牌子我觉得非常不错 后面说的精油也是这个牌子的 唯一不太喜欢的就是它这个包装有点小 我希望它能够出一个大的包装 另外它这个小的 它这个喷的其实也不是喷的 它也是把它这样挤出来 再胖不出来再手心的 跟这个我觉得没有多大的区别 所以它在包装设计上 我希望它能够出一个大一点 简单一点的包装 那另外有一款呢 我最近用的BIGLINE的这个 QSUM的LOTION 这个爽肤水也非常的赞 它的吸收非常好 保湿效果也非常好 我会留一个链接在说明框里面 那这两个呢非常推荐 秋冬干燥 爽肤水一定要用保湿效果好的 那接下来抗氧化的精油Facial Oil 那这个能保湿的爽肤水是一个牌子 那这里刚好有一个新到的包装 California Pure Naturals 它这一个包装里面有两个精油 它的抗氧化成分来自于有机的黑霉 有机的猕猴桃 有机的石榴和有机的葡萄 它的抗氧化效果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因为这种油脂的精华呢 很容易被皮肤吸收 用完之后皮肤觉得特别的软 也特别的有光泽 就这个产品它不经常打折 但是每次我看到 Costco有美妆护肤这个产品里面 有买二送一的 或者说它的护肤品呢 有买的买的多 会有折扣的这种 我都会买这个 它的单独包装其实是比较小的 很快就用完了 但是它的性价比很高 你大概连续用两到三天 皮肤的光泽度就有提高 你就能看出来效果 这个我非常的推荐 这个非常的不错 那接下来防晒霜 防晒霜呢 我非常推荐的是 商力的这一款 它是物理防晒 mineral的 它的配方非常简单 不会伤害皮肤 大人小孩用都非常的好 20%的氧化芯 它相比市面上口碑很好的 Alta MD跟La Roche-Posay 我这里也有了 La Roche-Posay SPF30的防晒乳 抹上去皮肤 看着更加的滋润 小孩子用没有多大的区别 因为都是物理防晒 但是我用的时候就感觉 明显感觉就是 Alta MD跟La Roche-Posay的 脸色不好看 防晒霜真的是有这么大的区别 可能是这两种 它们的滋润程度还是不够高 Alta MD La Roche-Posay 跟Shanly这几个牌子 都用过的朋友们 也可以在留言区说一下自己的体验 总之呢 虽然是到了秋冬 防晒还是一定要做好 紫外线没有消失 只不过是变弱了一些 大晴天的时候 紫外线还是蛮强的 购买来说呢 我们家人比较多 每次看到折扣 我都会买两到三瓶 另外呢物理防晒 也就是Mineral Sunscreen 我也非常推荐 Makemore新出的这款防晒霜 叫做水感隔离防晒乳 SPF46 PA++++的 有PA++++这个符号 是可以防止被晒黑的 那它非常的温和 它的防晒成分是二氧化态 也是物理防晒 对皮肤没有伤害 那Makemore这个是乳液状的 它很好被吸收 不会特别的白腻 或者是浮在脸上那种感觉 因为很多物理防晒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La Roche-Posay 它会有点浮在脸上的 这种白腻的这种感觉 感觉脸色不是很好 我可以对比一下 这三种在皮肤上面的 在皮肤上的吸收状况 那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是最左面的 这个是Makemore的 已经吸收的完全没有了 已经透明了 中间的这个呢 是Shunley的 它看起来有一点点亮亮的 非常的滋润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白 那最右面 这个是La Roche-Posay的 这是在网上评价 非常好的一款 中间的这个呢 是Shunley的 最下面这个是 Makemore这个呢 它吸收的是最好的 这款呢 它非常的滋润 所以这两个 我都非常的推荐 那这个是在Costco网站上有的 这个呢 我会留链接和折扣码 在视频下面的说明框里面 这个也是PA++的 它是可以防晒黑的 所以这两个 我都非常的推荐 大家一定要试一下 总之呢 到了秋天 防晒霜还是要背着 尤其是一家人 一起出行的时候 包里面一定要有防晒霜 小孩子的脸 脖子都要抹上 我们自己也是脸和脖子 这里一定要抹上 最大程度的保持皮肤的健康 也一定记得 防晒是抗衰老的 最重要的一步 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 只要有太阳 就有紫外线 防晒霜一定要涂 接下来晚霜 Neutrogena的 Hydro Boost Water Gel 这个产品呢 我现在手头没有 但是我每次买了之后 我都是给我婆婆寄过去的 那这个产品的特点就是保湿 保水 它的主要成分是玻尿酸 它是明星产品 网络杂志和用户反馈评价都非常的高 但是要注意的地方是 用的时候效果要好 不要直接抹上脸 要先上爽肤水 然后呢 Facial Oil就是精油 再上Hydro Boost 那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 很多人说抹上去之后没有用 那是因为玻尿酸这个成分呢 它除了保持水分也会吸水 直接抹在脸上呢 反倒效果不会很明显 先用了爽肤水和Facial Oil 就是精油之后呢 再用这个玻尿酸折理 能最大程度的保持水分 另外呢 我最近用的这个B-Glen Q-Sum的晚霜呢 也非常不错 大概用三到五天 皮肤就有透亮感 甚至有些早上 我也会用一点这个晚霜 我把它抹匀 抹薄一点 然后再抹这个 Mac Moore的这个防晒霜 就可以出门了 感觉真的是很赞 因为皮肤的弹性 光泽度和自己的感受 真的是蛮不错的 所以这两个我非常的推荐 好 接下来眼磨面膜 涂抹面膜 我推荐Peter Thomas Ross青瓜 和玫瑰折理面膜 它很温和 你可以每天都用 我一般是洗澡之前 先洗脸 然后呢 涂上 在脸上涂上精油 然后再抹青瓜 或者是玫瑰折理的面膜 再然后呢 就进去洗热水澡 洗完热水澡之后 最后一步呢 冲掉面膜 皮肤在湿热的环境里面 吸收会非常好 洗掉之后 很柔软 很舒服 眼膜我推荐 Peter Thomas Ross的青瓜眼膜 和24K精的这个眼膜 青瓜眼膜的主要功能是 去黑眼圈 不能去眼带 它只是消除浮肿 24K精的这个眼膜 是去皱和去浮肿 这两个效果都非常的好 那还有一个这个呢 其实不是在Costco网站买的 因为说到眼膜了 我也把这个跟大家推荐一下 这是日本的一个牌子 叫Spa Treatment 这是我们频道网友推荐的 这个眼膜就是去皱的 非常的舒服 那我把这几个眼膜的链接 都留在视频下面的说明框里面 大家可以先试一下 Costco网站可能在 Holiday Season的时候会出来 那面膜的小套装呢 是经常会出来的 非常滑的来买 因为每一样其实都很好用 圣诞节或者感恩节之前呢 一般都会出现这种套装 那眼膜呢 它出现的次数比较少 看到了马上买 不要等打折 尤其是今年的运输暴涨 供货链出现问题 看到合适的早点买 你也不可能整天刷网页等折扣 遇到了觉得不错 就早买早准备 那说到面膜呢 我的频道一直推荐给大家 MacMore 也就是面膜一号的面膜 其中最受欢迎的四种 樱花面膜 黑晶面膜 海洋精脆抗衰老面膜和熬夜修护面膜 大家都关注一下 贴片面膜呢 韩国的J君和其他的Costco有售的几个面膜 比起MacMore的滋润程度都差远了 J君在韩国非常的流行 但它的主要问题是 它的面膜精华液里面有加酒精 另外有好几个牌子也是加了很多粘稠剂 因为真正的精华液 它是不会那么粘乎乎的 乎在脸上的 加粘稠剂呢 它是为了让你觉得是非常的有料 其实最后还是要洗掉的 那MacMore的这个呢 它是没有加粘稠剂 没有添加剂 也没有防腐剂的 那这个呢 是不用洗掉的 但如果你想洗掉 看你自己的习惯 你洗掉也OK 我很快会推出一期 MacMore各种面膜的主打成分 针对性和常见问题回答的视频 那MacMore明摩一号面膜的折扣码 我也会放在视频下面的说明框里面给大家 那接下来 Elizabeth Arden的粉胶 那这个粉胶的主要成分是 Ceramize跟Retino 也就是神经线胺跟湿黄唇 神经线胺具有维持皮肤屏障 保湿抗衰老和美白的作用 湿黄唇能够有效地加速皮肤细胞的更新 刺激胶原蛋白的合成 以及增加皮肤的厚度 明显地改善皮肤的衰老迹象 那这个粉胶Costco一般是大瓶装 基本上是市场建议零售价 MSRP的40%off 我周围用过的人 基本上都是好评 非常的推荐 Costco网站时不时 这个粉胶就会跳出来 看到了就买 不要等折扣 不然就没了 那说到湿黄唇呢 我最近用的Bigland的这款Retino 非常的赞 它叫Retino A 这个是我出了Bigland的那个视频之后呢 我们频道的网友WeChat给我说 一定要用 他说这个非常的好 当时用了四种产品 没有用到这个 但是我后来用了之后 感觉真的是非常不错的 连续晚上用了三到五天 就皮肤明显 感觉上是比较光滑 那我现在这个年龄 是小细纹会慢慢出来的年龄 用到好的产品呢 感觉就会很明显 所以Bigland的这个Retino A 我也很推荐 还是觉得它的包装有点小 很快就用完了 好 说到洗发水了 洗发水 我一直在跟大家推荐这款 康奇茉莉的这款 人生元气防脱发洗发水的 这个套装 那这个呢 每次打折 我是必买的 在网站上留 有两种搭配 三瓶装 有两瓶洗发水 加一个护发素 或者是两个护发素 加一个洗发水 记得买两个洗发水 加一个护发素的 不是说它的护发素 有多不好 只不过我们有更好的选择 它的闪曝是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的温和 它说是防头发 我用它呢 我没有觉得 它帮助我长头发 但是我是真的是觉得 非常的温和 适合任何发质 它的这个护发素呢 我觉得我自己感觉 就是没有我一直在用的 这款 Aversalia的这款发膜呢 没有它这么粘稠 是一样的用法 我一般是秋冬用 这个是比较多 这个发膜我会留 Amazon的链接给大家 发膜是需要在头发上 待5到7分钟 康奇莫莉的这个 护发素上面说 a few minutes 就是说这个可能就 三到五分钟的样子 这个是5到7分钟 但是我通常会放 让在头发上待 大概10分钟的样子 然后再把它洗掉 我比较喜欢发膜 因为我觉得秋冬的时候 头发特别的干 用发膜感觉特别的滋润 所以大家一定要试一下这个 这个也很好 只不过我自己觉得 这个更好一些 接下来发油 Costco网站有好几种发油 我都用过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都不是特别的好用 我现在手头有两种发油 都非常的好用 这个Argan Oil 我推荐的是 Aversalia Argan Oil 洗完头发 头发快干的时候 抹上去 我一般是抹在发梢上面 和脖子后面 这些小头发上面 非常的滋润 那另外还有一款 这款是Kim Chu 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用了之后 头发亮亮的 很好打理 那我也会留链接给大家 大家可以都试一下 都是中档产品 性价比高 试用体验非常好 接下来body lotion 就是身上抹的润肤霜 身上抹的润肤霜 Cervi Cetaphil 跟Avino 这三种呢 口碑都很好 但我最推荐的呢 是Cervi的 这款神经纤胺 和玻尿酸的 保湿的这一罐 那基本上是把 磨脸的这个级别 用到了身体上 我们经常在Costco 购物呢 也会发现 Cetaphil跟Avino 经常能看到折扣 但是Cervi的折扣 很少看到 为什么呢 第一呢 Costco的Cervi的价格 对比其他零售商 已经非常好了 第二呢 它不需要额外打折 也卖得很好 这个产品本身就很赞 那我第一个说的 这个埃及神油 跟这个Cervi的 玻尿酸神经纤霜 1比1的混合 冬季呢 非常的给力 大家可以都试一下 那给我一些反馈 觉得怎么样 那我刚才提到的 这三款润扶霜 Cervi Cetaphil 跟Avino 在店里买 比在网上买 要更加划算 所以经常去Costco 买菜的时候 你可以注意一下 香水 那香水呢 我比较喜欢的这几款 有Chloe的Chloe 跟Chloe的Love Story 还有Dramalong的Velvet Rose 这三款呢 都是以花香为主 很有女人味 那买香水 大家要注意在 Holiday期间 和1月份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Costco 会把很多香水 都摆在离门口 结账不远的那地方 那幸运的话 你可以淘到 价格非常好的 那所有的一堆香水呢 都是一个价钱 你事先要知道 买哪个 就会比较省时间 好 接下来 沐浴液 The Honest Company Shampoo 加Body Wash 这一款 那这款沐浴液 它非常的温和 从小baby 到大人 都能用 我们家洗澡呢 就两样 一个是这个沐浴液 另外一个就是香皂 温和 适合所有的人 也环保 接下来 美容胶原蛋白 那这个虽然不是美妆产品 但是 Costco很聪明的 把胶原蛋白 也归于美妆类 有没有用呢 有用 胶原蛋白 对头发 皮肤和骨骼的健康 都非常有好处 皮肤 骨骼 头发健康 人自然就显得年轻 也有精神 我经常吃的是 Vital Protein的两种 一种是薰衣草口味的 另外一个是 咖啡伴侣 大家在选择胶原蛋白的时候 记得按照自己的习惯去选 比如呢 我每天都喝咖啡 咖啡伴侣这个呢 对我来说 就能够坚持的吃下去 才能看到比较明显的效果 没有任何味道的 也非常推荐 因为它可以加入到 任何口味的冷饮 或者热饮当中去 好了 今天的介绍和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 订阅和转发 有其他好用的产品 也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会继续总结 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